金融港港口一片雾茫茫 现场飘起小雨 路上骑士赶紧停在路边 从车厢里拿出许久没用的雨衣 金融雨都终于下雨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金融地区高温都没有降雨 水晴吃紧 不止供料宴集水区缺水 新山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18号上午8点 剩下48%左右 有效蓄水量482 06万立方公尺 民众出门上班 遇上这场雨觉得好开心 早上看到下雨 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有好多天没有下雨了 但是希望下雨还是能够下在基水区 对金融的这个情况 可以稍微粗节一下 好像又越来越小了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但是还是蛮开心的 有下雨了 怎么说 终于下雨了 因为好多天没下雨 看到好像好多个社区都停水 似乎挺麻烦的 不过这场雨似乎没有持续多久 对于缺水危机的基隆 似乎帮助有限 而水利鼠也没放过机会 进行人造雨 这个现在是3号 然后等一下那边 开电源之后点3号 它就自动点火 上午9点 基隆的天空有云层开始下起见线性的小雨 人工争雨服务团队在基隆西市水库完成燃放争雨季 制作约15分钟 现场就开始飘起小雨 昨天王美花王部长来到基隆 那也指示了我们基隆市政府跟水来水公司还有水利署 我们几个单位的相关合作事项 那事实上在昨天大多数的民众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水 虽然水量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仍然持续在努力 那最主要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在台湾的东北角能够下雨 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台湾包括基隆还有东北角地都有下雨 那但是这个雨量虽然来 但是事实上就我们的了解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 我们整个基隆地区的供水 我刚才有跟我们实在水公司的处长谈过 那处长是表示说双溪供辽地区现在雨已经停了 但是它的积水区的雨量事实上是有增加的 就是说对于水公司来讲 它可以抽取更多的水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完全满足 所以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做合作的资源 那有其一个必要性 那我想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这个议题 那我们会请水公司 水利署 还有经济部这边 我们继续来努力来满足我们整个大基隆地区 还有东北角的这些行政区域的用水所需 为了疏解缺水 水利署派了抽水机 在双溪上游深潭抽水 另外重整附用安乐进水厂的闲置管线 并掉渡水车消防水车送水 国军支援移动式的进水车 就是希望多重管道 为民众寻找水源 解决缺水之苦 记者黄少民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